联盟大事,场外风云,白化美之篮,一起聊个球,我是老白。 NBA季后赛继续进行,今天两场抢期大战,早晨结束的比赛中, 凯尔特元在主场109比81大胜熊鹿,在2比3落后的情况下连赢两场逆转翻盘,挺进冬觉。 而中午结束的一场比赛中,太阳在主场90比123惨贝独行侠,保罗布克同时低迷, 半场太阳就落后30分,第三截被拉开40分后,比赛已经失去悬念。 自此,东西决赛成何对手全部确定,东决对阵是热货VS凯尔特人,西决对阵是勇士VS独行侠。 比较有趣的是,东决是常规赛前2名,西决是常规赛3-4名。 根据美美538给出的建模数据计算,本赛季最终夺冠概率为 凯尔特人51%,独行侠23%,热货18%,勇士只有可怜的9%。 而最有意思的是,在太阳出局后,勇士和热货成为东西决四支球队中,战绩并列最好的球队, 而本赛季勇士常规赛2-0领先热货。 所以接下来的比赛,无论是西决或者总决赛,勇士都有主场优势,有主场优势。 但是勇士的夺冠概率最低,为何? 其实答案很好理解,因为常规赛阶段,勇士面对独行侠是不占优势。 顺确来说,勇士之前淘汰的两个对手绝金和灰熊也是如此。 门赛季常规赛勇士曾经输给了三支球队三场比赛, 在常规赛对战勇士都是以3-1领先,而在这次季后赛竟然全部遇到了。 而这三支球队分别是绝金、灰熊和独行侠, 而绝金和灰熊刚好就是勇士在季后赛首轮和半决赛所遭遇到的对手, 好不容易踏过这两座大山,结果在细绝舞台上又面对独行侠这个苦主。 看来老天对于勇士的考验,还真的是要印证了那句名言天将大任于斯人也, 必显苦气心智,牢气筋骨,乐气体肤, 过别两个赛季重返季后赛舞台。 勇士的目标绝对不只是单单享受一下季后赛的滋味, 首轮和缺少小波特, 莫为这两大的进攻核心的绝金对决, 即便也机器打出了场均30加的输出, 但还是没能阻碍勇士无常比赛轻松晋级, 半决赛面对灰熊这只缺少季后赛经验的球队, 虽然莫兰特的出色发挥, 也给金州军团制造了不小麻烦, 可莫兰特因为牺牲缺阵之后, 勇士也顺势把握机会, 以总比分4比2淘汰对手, 晋级西决舞台。 但不同以前两个对手都遭遇了主力核心的缺阵, 刚刚把太阳这只独冠热门拉下马来的独行侠降世, 则是全员气整, 本赛即在他们把主帅更换为杰森基德之后, 整体实力确实是迎来了大幅提升, 常规赛期间独行侠分别以99比82, 107比101, 122比1113击败过勇士三次, 但唯一那场失利, 独行侠则以92比130惨败对手多达38分, 所以对于勇士来说, 只要能够移上来便压制驻独行侠的强大进攻火力, 就有望能够拿下这轮系列赛, 从而躋身总决赛舞台。 在本赛季把二档家波神交易到七彩之后, 独行侠就开始有一再主打五小阵容, 整个季后在他们场均出手40.3个三分球, 命中15.5个, 这两箱数据都高居全联盟之手, 而三分球命中率38.5%也可以高居全联盟前三, 所以面对这个常规赛的苦主, 勇士还真的别放松警惕, 虽然勇士在这次季后赛之旅, 同样也很依赖三分球场均39.44三分球出手, 14.3个命中数都为全联盟前三, 但命中率却只有全联盟第七的36.4%, 别看都行侠只有东泄其一位全明星, 但这要让他们打出恐怖的团队进攻, 勇士还真不一定能够招架出, 所以上来就连续面对三只在常规赛战绩落下风的球队, 勇士这运气也是没谁了, 同时,勇士也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感谢太阳, 正是由于他们的输球, 不仅仅是接下来的细节, 即便进入到总决赛, 无论面对谁, 勇士都将掌握主场优势, 他们成了胜于球队中, 常规赛表现最好的球队, 除了太阳的输球让勇士意外获得主场优势之外, 勇士还迎来了一系列的好消息, 他们的主帅科尔已经解除了健康与安全协议, 顺利回归球队,开始了备战训练, 同时,小托波特也有望在西部决赛首战重新回归, 更让人兴奋的是小佩顿, 在进入西部决赛之后, 科尔没有排除小佩顿付出的情况, 在采访中,科尔如此说道, 这在西决付出对小佩顿来讲希望渺茫, 但我们并未排除这个选项, 我们期待着他的回归, 同时,小佩顿本人也在采访中表达了不及不躁的心态, 他确认自己的感觉正在一天天变好, 只要时机成熟,就会付出, 在我看来, 伤筋动骨一百天, 小佩顿的检查结果还是骨折, 想在本赛季付出, 不仅难度大, 且即便付出了, 可能还会带着影响未来职业生涯的风险, 从这个角度来看, 不得不说如今医疗的先进程度, 小佩顿骨折距离现在也就十天出头, 他居然已经有希望在接下来的西部决赛中付出了, 虽然希望渺茫, 但其实在我看来, 小佩顿更大的付出可能是在总决赛, 只要勇士可以杀进总决赛, 他就有希望在本赛季重新回归勇士阵儒当中, 另外, 小佩顿最让我佩服的还是他的意志品质以及格局, 除了恢复如此顺利之外, 小佩顿接受采访谈到狄犯规时还声称对方并不是有意的, 小佩顿的原话是这么说的, 这是一个季后赛犯规, 没有人会让对手轻松得分, 我们之间谈过了, 我清楚他不是有意这么做的, 他就是试图给我的上篮增加难度, 只不过我没有控制好落地, 然后这就发生了, 这些都已经过去了, 我已经往前看了, 接下来我要做的就是每天努力恢复, 尽一切努力在本赛季回归, 这一番话, 直接把小佩顿的格局打开了, 勇士老板也该准备好新合同了, 言归正传, 小佩顿能否在西部决赛回归对勇士有非常大的影响, 小佩顿是一名联盟顶级的有球防守者, 同时他的斜方不防意识也是顶级的, 这在以往被严重低估了, 在西部决赛对手确定是独行侠之后, 小佩顿的意义更大了, 因为独行侠的核心就是三大后卫, 他们的东谢奇, 布伦森以及丁维迪是独行侠前三的分手, 且三人都是持球进攻的好手, 我已经能够想到东谢奇或是布伦森等人轮番点名单打库里的场面了, 小佩顿的存在可以帮助库里进行一系列的包夹和协防, 同时他也可以成为主防东谢奇或是布伦森的选择, 这两人目前季后赛场均得分加起来达到了54.4分, 在抢7大战中, 东谢奇和布伦森更是合力砍下了59分, 丙维迪也在25分钟的出场时间内轰下了30分, 独行侠的三大后卫在关键的抢7合力砍下了89分, 要直到, 太阳拳队也就拿到了90分, 勇士的封线防守储备确实还不错, 包括克莱和维金斯都可以领防对手持球者, 但小佩顿能在西部半决赛被安排进先发阵容, 足以看出他的防守功底, 更不用说季后赛至今小佩顿投出了72.7%, 百分之的投篮命中率和百分之七十五点零的三分命中率, 深高1.91的他场均还能抢下1.3个前场篮板, 对篮球嗅觉异常灵敛的小佩顿一旦可以回归, 他将会成为勇士冲冠道路上强有力的补充, 冬决具体时间为18号、20号、22号、24号、26号、28号和30号为211赛制, 热火的四个主场,开打时间都是8点30分, 而来到绿军主场,比赛时间往前提一小时, 均为上午7点30分, 而西决具体时间为19号、21号、23号、25号、27号、29号和31号都是上午9点开打, 勇士手握主场优势,简单来说, 分局决赛要在6月份之前结束, 总决赛要在6月17日之前结束, 这对于今天刚刚晋级的独行侠和凯尔特人都不太友好, 特别是凯尔特人, 他们只有48小时的休息时间, 还要从波士顿飞赴迈阿密, 确实比较赶时间, 而绿军被美眉立鹏也在情理之中, 他们在前两轮系列赛的含金量确实非常高, 横扫大热门拦网, 逆转机会未免冠军熊路, 已经打出了自信心, 数据统计显示, 凯尔特人自从今年1月30分以后, 战绩为34胜9负, 其中常规赛战绩为26胜6负, 季后赛为8胜3负, 其中这34场胜利中, 有15场比赛凯尔特人是20分以上的大胜, 相比于其他三支球队来说, 凯尔特人攻防两端更为均衡, 球队框架更加稳定, 从司马特、布朗和塔图姆, 到格威和卢威, 都是自己培养出来的, 这一点和勇士非常相近, 但是勇士的阵容深度确实有些逊色于凯尔特人, 而热火和独行侠, 则相对处于历史。